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它们的外形差异很大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金鱼 它们是出现在地球上不同时期的金鱼 这六张是金鱼祖先的复原图 主要是根据科学家在不同岩层所挖掘出的化石 先进行清洗 修复 经辨识与确认分类后 由绘图师利用电脑或素描绘定 按照它们在地球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演化的先后顺序是FECABD 现在请大家来观察一下 金鱼祖先和现金鲸鱼在外形和构造上有什么差异呢 金鱼祖先有四只脚 感觉像生活在陆地上 现金鲸鱼没有脚 但是有像鱼鳍的构造 生活在海洋中 金鱼祖先长得像狗 现金鲸鱼长得像鱼 小树蛙和狐狸猫的观察力很好 确实是如此 科学家仔细观察并比对这些化石 发现金鱼祖先和现金鲸鱼的形态与构造不断在改变 老师 金鱼祖先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科学家认为金鱼最早的祖先 是类似像狼一样的哺乳动物 大约出现在五千万年前 他们生活在陆地上好好的 为何要到海中呀 金鱼祖先原本生活在河口沼泽 以吃肉为生 但水里有更丰富的食物来源 是一个躲避天敌的绝佳避难所 于是又重新回到水里 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 前肢变成蒋状 后肢消失 失去毛发 身体变成流线型的这一类金鱼 就是现金适应海洋生活的金鱼 这种漫长的改变 就是一种演化的过程哦 金鱼回到海里 跟鱼泪一样 也是用腮呼吸的吗 你们看过金鱼在水面上 喷气的壮观画面吗 金鱼是用肺呼吸 而不是用腮呼吸 它们的喷气孔 就像人类的鼻孔 围在头顶 呼吸时除了喷出气体 还会有一些残留在喷气孔的海水 会一起呼出 金鱼回到海洋 怎么游泳啊 自由式还是狗爬式 金鱼的前肢变成蒋状 有利于它们在海洋中游泳 科学家利用摄影机 拍摄金鱼的游泳方式 发现金鱼利用身体 上下摆动在水中前进 而鱼类身体是左右摆动的 两者差异很大 老师 你现在提到的金鱼 是同类生物的演化 那地球上目前 这么多种不同的生物间 彼此有演化关系吗 以脊椎动物来说 鱼类和两生类有共同的祖先 后来慢慢演化成现今的鱼类和两生类 同样的 两生类和爬虫类也有共同的祖先 后来慢慢演化成现今的两生类和爬虫类 以此类推 现今的生物也都是由古代生物慢慢演变而来 老师要出一份作业 同学们可以扫描画面的QR Code 到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做线上参观 或到国立台湾博物馆等博物馆 照顺不同时期的化石资料 一周后请同学们来分享大家找到的资料 我们请同学来介绍自己收集的化石资料 我收集的资料是前韩武记的奇虾 我收集的资料是古生代的三叶虫 古蜻蜓和鱼石猿 我收集的资料是中生代的橘石 树爵和石祖鸟 我收集的资料是新生代的长毛猛马像 和尼安德塔人 科学家依据化石等证据推测 最初的生命可能出现在海洋中 后来慢慢出现陆生生物 生物种类也越来越多 让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下列有关地球上生物演化的趋势 何者最合理? A.由单细胞到多细胞 B.生物体型由小到大 C.生物种类由多到少 D.生命形式由复杂到简单 答案为A 最后,让我们来做重点整理 1.地球环境不断地变动 能适应的生物有机会繁衍兴盛 无法适应的生物则会消失灭绝 2.生物的演化趋势 1.生命最先出现在海洋中 后来慢慢演变出陆生生物 2.生物的种类由少到多 3.生命的形式由简单到复杂 4.个体构造 由单细胞到多细胞 最后,大家和狐狸猫及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吧 科学家对于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一直充满疑问 但随着化石等证据的发现 有关人类起源与演变的历程讲说 仍在持续修正中 2021年,科学家在Innovation期刊 发表了古代人种 龙人 Omalange 你觉得他们跟我们同种吗?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